大家好,9号美国媒体报道 芝加哥的一名男子当地时间9号 试图在首都华盛顿向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建筑物投掷燃烧瓶 没有点着燃烧瓶 美国警方随即在华盛顿几个街区外将其逮捕 根据当地媒体的说法 当地时间9号的早晨7点 该名男子拿着一个塞满黑布的玻璃瓶 靠近中国驻美国使馆 他当时试图点燃手中的瓶子 却发现瓶子里的布无法点燃 最终他将瓶子扔到大使馆门口摔碎 媒体表示袭击发生后几分钟 这名叫本杰明格拉宾斯基的男子 在距离中国大使馆几个街区的地方 被美国特警局特工逮捕 据美国酒精烟草火器爆炸物管理局 文件显示 他在被逮捕时告诉一名执法人员 他说我试图点燃他 但没有成功 文件还显示 有理由认为该男子故意伤害损坏或毁坏 或试图伤害损坏或毁坏 位于美国境内属于任何外国政府 或国际组织使用或管理的任何财产 包括不动产或个人财产 实际上该名男子根据美国媒体的爆料 一周前曾经向中国大使馆投掷物品 并警告将实施袭击 时间是在5月29号凌晨2点 中国使馆外一名负责安保的警卫人员报告 多次受到该名男子的骚扰 格拉宾斯基向中国的使馆进入投掷物品 并扬言下次会是燃烧弹 根据美国媒体的爆料 格拉宾斯基是来自于美国伊利诺伊州退伍军人 他承认向中国大使馆扔了10块 美国媒体没有公布更多的细节 但是现在我了解的情况 格拉宾斯基的行为背后有台湾的影子 大家知道台湾问题是目前中美两国两军关注的热点 在新加坡中国国王部长魏凤和在今天也强调 台湾如果宣布独立 中国将发动武统 魏凤和表示亚太的和平稳定 需要地区国家共同努力维护 中国希望与美国建立健康稳定发展的大国关系 也应该是中美共同努力的方向 美国必须理性的看待中国的发展壮大 不要攻击抹黑中国 遏制打压中国 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 只有这样中美关系才能搞好 稳定两军关系 对两国关系发展至关重要 两军应当避免冲突对抗 魏凤和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 搞以台制华是不可能得逞的 美方日前再次宣布对台军售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中国政府和军队将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 坚决维护祖国统一 现在情况来看 台湾问题未来会在美国国内发酵 我也再次提醒在美国的华人 在美国的中国人 一定要当心 现在中美之间 特别在台问题上 现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美国国内会有一些极端组织 特别是和台湾有关的一些极端组织 会挑选中国 会发动挑选 所以在美国的中国人 一定要小心 所以在美国的中国人 还要求来